大家好,疫情三年 終於通外關了 9月26日,不用檢測 東京成田機場 今天不用隔離 可以回香港 小心開車 辛苦了,謝謝 謝謝 今天好天啊 好,回香港 今天我東京回香港 坐香港快運 花了3,600元 訂了這張廉航機票 順帶一齊,行李是7K 不然會加錢 我們一登機的時候 就要掃這張廉航 接著 就有一個綠碼 這樣會走出來 在櫃檯上 必須要看到 現在這個 香港衛生署綠碼 你截圖出時就可以了 好,很順利 很快地上機 睡一醒一醒,為什麼有杯茶 原來有個粉絲 送杯茶,表露身份 叫我千萬不要說她是誰 謝謝這位網友 飛機很快 就眨眼 就經過這個 應該是台灣的上空 意味快到了 各位聲音歡迎來到香港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8點07分 氣溫在攝氏表近30度 請各位繼續留在座位 直到行機完全定 訂閱加工全大燈號聲明 大家好,今天就是 2022年的9月26日 我剛剛從東京回到香港 我先報告一下 飛機一落地 我在機艙走出來 就8點半 出到來B閘 現在就是9點 剛剛半個小時 全程很順暢 包括去行李帶 拿行李 一出到來 基本上可以自由去搭 機鐵或者的士 或者去停車場 拿車都可以的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比以前 多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你要上機的時候 就掃個QR Code 申報 你有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接著下機的時候 你就要撩鼻 撩喉嚨 接著就完成了 原則上就跟以前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都很順暢 希望我這個資料幫到大家 順帶一提 如果你去日本 你不需要打疫苗 亦都不需要提供核酸檢測 就是這麼簡單 就算你下機 他都不會等你快速檢測 直接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在這個疫情之前 現在基本上不用疫苗出入了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日本最沉二十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無論是投資 創業 置業 留學 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一起去尋找快樂時光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最適合香港人的石根空 當然是日本 想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智或創業 我楊冠都可以幫助你 WhatsApp查述 6683 100萬元 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